社会的运作本质不只是互相帮助 人身边大量的朋友是敌人跟竞争者 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着两套规则 一套是关于公平、正义、礼仪和道德的 而另一套则是背后的利益斗争 阶级间互相掠夺与剥削 这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运转的逻辑 利益斗争的本质是什么呢? 政治权利、利益地位、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因此为了利益产生斗争 事实上历史记录以来 人类由奴隶社会、封建社会 继而成为现在的平等世界来看 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就是竞争关系 在古代是为了掠夺食物、领地、配偶和兵器 而现代则演变为争夺货币、身份、地位和资源 在这个披着文明万一的社会中 由于法律的约束 道德的教化 人们不会当众抢夺或当面打斗 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形象 以继续生活 因此